哈喽大家好,我是文图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穷小伙沉睡500年 醒来后发现人类变成智障的故事 纯淡进化论 未来世界,人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智商高的人不愿意生孩子 智商低的人却拼命的生孩子 经过一代一代的繁衍 人类的智商不断的下降 为了储备军事人才 美国制定了一个人类冬眠计划 试验对象正是我们的穷小子大郎 还有一个大美丽如花 因为从事修修的行业而被捕 本来计划封存一年的时间 可是唯一的负责人胖虎 因为犯罪而被捕 由于没有人知道这个计划 更不知道大郎的存在 实验基地随后被拆除 他们的睡眠仓也被埋在了地下 随后的500年 人类的智商不断的增加 智商却不断的下降 堆积的垃圾是越来越多 发生了血崩的现象 睡眠仓也被冲到了狗链家里 而这正好惊醒了大郎 他走在大街上 却发现这里的每个人都像个傻子 他立刻跑到医院检查身体 看看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病 可是医生竟然不知道如何使用机器 这时他才知道 现在已经是2505年 口渴了竟然找不到自来水 流出来的全是绿色的饮料 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一个绿色的纹身 相当于我们的身汗症 可是大郎没有纹身 就被警察抓了起来 审判席上 辩护人正是刚产的狗蛋 由于大郎打倒了狗蛋的吃鸡 出于报复 狗蛋把大郎送进了监狱 还给他做了个智商测试 说树上七个猴 地上一个猴 一共几个猴 七个猴就是两个猴 七个猴就是八个猴 偶叶 送进监狱之后 他就制定了周明的越狱计划 大郎逃了出来 还遇见了狗蛋 可是没过多久又被逮了回去 大郎的智商惊动了总统 然而总统却是拳击出身的大色鬼 大老黑 几个部长分别是熊孩子 打锅闷 打胖子 总统给他安排了一个差事 解决地里长庄稼的问题 大郎对于三农问题是一窍的不同 于是他找到了如花 打算一起逃走 可是地图太他妈的幼稚了 根本看不懂 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 他发现这里是用饮料灌溉庄稼 于是他找到了两位领导 熊大和熊二 告诉他们要用水灌溉庄稼 熊大却说 水不是用来冲厕所的吗 不过啊 最后他还是得到了总统的同意 由于饮料工厂停工 导致了很多人失业 大郎也因此受到了惩罚 总统把他送进了斗兽厂 这时如花却发现地底长出了庄稼 于是找了一个智商记者 想要拍摄一些照片回来 可是刚走出大门 记者就忘了自己要干什么 千军一发之际 两人打了起来 摄像机正好拍摄到田地里庄稼的镜头 大郎变成了这个国家的民主英雄 他也放弃了回到过去的想法 随后大郎找到了如花 经过激情的一宿 生了几个猴子 两人过上了没修没少的生活 没过多久 大郎就当上了这个国家的总统 走上了人生的巅峰 如果500年后 你的智商超群 第一件事最想做什么呢 今天就说到这里 咱们明天再见 拜拜